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跟学生的风格 然后是以台湾的教室 跟台湾的学生 来做一个主题 我们想用这做主题 是因为我觉得 学生生活是 每一个人生活里面 比较重要的回忆 而且是大家都会记得的 那我又想说 在国外念书很久了 很多人都会想家 所以想怎么把台湾的 你在台湾曾经有过的生活 带到美国来 然后那个回忆 让你可以想起来 进来吃饭 会让你有一种 比较亲切开心 或是有一种哇的感觉 于是我们就开了三年二班 店里面的客桌椅 是我们从台湾订过来的 这个厂商是 他们有帮台湾的学校 做客桌椅 然后我们回台湾去 跟他们订 他们帮我们订做 因为美国尺寸 可能要做高一点 因为这边的人比较高 然后我们从台湾 在叫货柜 像我们的客桌椅 还有便当盒 还有很多就是 你看到的装饰的东西 都是台湾叫货柜 整个月之内 你可以在店里面看到很多 算是古董的小东西吧 这么可爱的地方 跟我们小时候 小学时候 感觉一模一样 常在这边吃 很喜欢这边的风格 然后这边的菜 就是很有台湾的味道 菜色上面的话 当然是以台湾菜为主啊 我们台湾人的主食 一定是排骨饭跟鸡腿饭 很多地方 他们也有卖排骨饭跟鸡腿饭 那我们在想说 怎么样可以跟他们不一样 然后呢又做出一个 就是让你有熟悉感的味道 而且刚刚我们是教室 那便当盒便当盒 就想到铁路便当盒 然后就想到台铁的便当盒 因为我之前在台湾吃过 我觉得还蛮好吃的 所以就把它综合起来 就变成这样子 排骨他们是炸好再下去煮的 那我们这道菜 是我们店里面的招牌菜这样 然后我们也还有其他的小吃 像什么鹅仔煎啊 梅子地瓜 鱿鱼根啊 大肠包小肠 然后像我们的糯米大肠 都是自己灌的 台湾都是像热狗一样 一条大肠切一条 然后中间把香肠放进去 但是我们是把大肠切片 香肠切片叠在一起 然后再把它上面所要的那些佐料 像什么花生粉 或是酱汁之类的 再铺在上面 因为这边美国的话 大部分的人不喜欢 整只拿起来咬 所以而且我们是在餐馆里面吃 不像我们在逛夜市 所以我们切成一块一块 让你一口口方便吃 雪花瓶应该是我们第一 我们是第一间菜到美国来的 那台湾人吃冰吃的比较清淡 美国人吃的比较浓 比较甜 然后奶味也比较重 那雪花瓶应该是在中间 所以外国人跟我们亚洲人都可以接受 这样子 雪花瓶每次都要等很久 然后有时候家里来都要排队 我希望他们进来可以很轻松 然后无拘无束的 可以很自在 然后点他们要吃的东西 然后那些味道是他们很熟悉的这样子 因为我当初是自己过来留学吧 所以很多东西在美国都是吃不到的 所以才会想说要开这些点 那我希望我的客人可以进来 我不是觉得说我一定有什么很高级的菜 但是绝对可以让他们吃到说 他们以前在家里面吃到的味道这样